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是要來闡您電路中的守紅率 就是說我們在一個電路裡面 事實上我們之前在電路裡面 我們完全很簡單就是電阻 電阻跟電池 事實上我們現在科學已經很發達了 我們現在最主要的元件有電晶體 但這個電晶體沒有像電阻的行為這麼有規則 我們知道電阻的行為滿足歐姆電律 就兩端的電壓 等於什麼呢 等於是電壓跟電有成正比 所以是RI 它有很好的規則 但是問題是電晶體沒有這麼好的規則 它V跟I的話 它不是很規律的 不過我們可以靠什麼呢 靠這個守紅率 電路中的守紅率 比如說什麼呢 比如說它那個能量守紅 能量守紅相當於什麼呢 相當於滿足 這樣繞一圈的話電壓降等於0 這個就是能量守紅 還有什麼呢 還有電核守紅 電核守紅的話就是說 你那個電核不滅 比如說你這個是病臉的話 那你游進來電流的話 等於這兩個電流相加 上就是什麼呢 上就是科系和物定律 科系和物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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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手銅電律在電路中依然成立 在時間等於零時,取一個電磁 電動式是X龍,一個電子R 這個R是遵循歐姆電律的 一位之元件,這個位之元件的話可能是電晶體,可能是其他東西 將三者串連成這個樣子 成如這個圖 電流在一開始,它的紫的話 電流一開始的紫的話是等於X龍 除以這個R 一開始的時候,它的電阻值是等於零的 它沒有電阻 所以它這樣繞一圈的話 這裡的電位降等於這裡的電位降 所以滿足這個式子 與位之元件的特性無關 每經過掏時間,掏時間的話 事實上就是 掏時間的話,每經過掏時間,電流減半 經過這個時間的話,電流減半 那這個你可以把它看 看成就是電流 這個稱為半衰期 這個是電流的半衰期 你經過一個半衰期的話,電流減半 然後現在他說 依此規律的地減 當電阻為R10 好,掏等於2秒的時候 掏等於2秒 掏等2秒就是 2秒是它的半衰期 流經電阻的電流 電流跟時間關係是這個圖 但即便我們不知道 位之元件的所有特性 還是可以藉由鎖紅率 推得通過電流 與其兩端的電位差 好,我們看看第1小禮 第1小禮 它說根據 能量鎖紅電流 計算時間 T等於4秒的時候 就兩個半衰期的時候 位之元件兩端的電位差 為何 好,讓你曉得 你經過兩個半衰期的時候 電流變成 變流變成 1i0 4分之1i0 所以這兩端的電位差 我們叫做vr vr是等於 這個是 ir 就等於多少 4分之1i0的r 但是ir等於多少 ir的話 也就是說 ir就是x龍 ir是x龍 所以是4分之1的x龍 也就是說 這兩端的電位降 也是4分之1i0 所以 vx 這位之元件 它的電位降 就等於多少 就等於x龍 減掉4分之1i0 所以是等於4分之3 所以答案是4分之3 所以這題答案 要選c 第2小題 第2小題它說 以致時間間隔 韜與電阻r 成正比 也就是說你r的話 越大的話 它那個半衰起的話 就會越長 如果一開始 將兩個電阻r 並連 把它 電阻r並連以後的話 它的等效電阻就變成一半 你看它並連吧 它等效電阻 它等效電阻的話 就是變成了 1r 好 好 若一開始 將兩個電阻並連 取代單一個電阻 是匯出電阻兩端的電位差 要你匯出什麼呢 這個電阻兩端的電位差 電阻兩端的電位差 隨時間呢 看如何變化 這時間 好那首先我們想著說 這個 這個什麼呢 這個 一開始的時候 他現在的半衰起 他現在變成了 變成1秒 那行為都跟他一樣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I0 一開始的時候I0 I0 那I0的時候的話 這裡的什麼呢 這裡的那個電位差 就會等於這裡的電位差 就是I0 一開始I0 然後的話呢 你經過1秒以後 現在半衰起是1秒 半衰起1秒的時候的話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這個 電流變了多少 電流的話 這個答案是 第1小題這個答案 我們把它寫下來 4分之3I0 這個答案 這一題的話呢 它是要選C 好那我們彈出空間來算 第二小題 好第二小題的話 他1秒的時候的話 1秒的時候就是一個半衰起 是等於2分之1的I0 這個時候呢 這個兩端電壓多少 兩端電壓的話 這個是 V 是等於多少呢 就是那個I 乘以多少呢 乘以R R 現在電阻 變成約一半 所以是等於2分之1 I0 乘以多少 2分之1R 所以是等於4分之1 I0R 就等於4分之1是多少 就是等於4分之1 就是說時間呢 經過1秒的時候 它的那個 電動式變成約1分之1 4分之1的I 然後一直在推 那你經過兩秒的話,經過兩秒的話,就是四分之一I0,就是一半的一半 那V的話,經過兩秒的話,就等於這個變成什麼呢?變成四分之一I0 所以現在是變成八分之一I0 經過兩秒的時候,就變成八分之一I0 一子類推,那你這樣的話,就可以一個一個把它劃下來 那這個就是他要的答案 怎麼會是二分之一系統呢? 是會出電阻兩端的電位差 電阻兩端的電位差 電阻兩端的電位差的話 我這裡的話,這裡的話,我是引用第一體的嘛 上第一體的話,不是這樣子 因為第一體的話,一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的話,他的那個 一開始的時候,這個電阻等於零 這電阻等於零 所以呢,他那個電流 電流I0的話,四樣四等於多少? 四樣四等於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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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之一R 所以呢,是等於R分之多少呢? 二H龍 這是I0 他的時間一秒的時候,他變成一半 時間是一秒的時候 因為他的那個蛋摔期是一秒 是等於二分之一I0 所以我就想了,他的那個 這個V呢,四等於多少呢? 一秒的時候,他的電壓 四等於多少?四等於一 那個I1嘛 他乘以R分之一 應該是這樣子 I1乘以R分之一 所以I1的話 是等於二分之一I0 二分之I0 再乘以多少? 乘以呢,這個是 這個R'的話呢,等於多少呢? R'的話是等於二分之一R 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呢,所以我就想了 四分之一多少呢? I0R 好,那現在呢 這個I0R是等於二H龍 四分之一 I0R I0R的話是 I0R I0R是二H龍 所以事實上是等於二分之一H龍 這樣才對 所以的話,你經過一秒以後 他是二分之H龍 我剛剛把I0R帶第一小提 事實上的話呢 這個第二小提 因為這裡電阻減半 所以一開始電流的話呢 他事實上是 變成原來兩倍才對 所以這裡 這裡是二分之一H龍 這裡是二分之H龍 那你可以算什麼呢? 我們來算兩秒的時候 兩秒的時候呢 他是四分之一I0 那I0的話 那V等於IR 這是等於四分之一I0R 就Rpland 是二分之一R 那這是八分之一I0R 那現在I0R是等於二H龍 二H龍 所以是四分之一H龍 又一半 你每經過一半摔起來的話 他的電壓 這裡電壓就摔變成原來一半 所以是四分之一H龍 然後一直內推 所以就是這個圖 就是畫這個圖 好 那就這樣子